今天为你解读的这本书叫《我们的孩子》 它的英文版有个副标题 叫做《危机中的美国梦》 这是一本非常具有批判精神的书 它要说明的核心问题只有一个 那就是在一个阶级固化的社会里 寒门为什么再难出贵子 纽约时报评价这本书是说 读罢此书 没有人还能相信 美国还有机会平等这回事 这本书的作者罗伯特·帕特南教授 可谓是这个领域中最有话语权的人之一 帕特南出生于1941年 是美国当代最为杰出的政治学家之一 他曾担任美国政治学会主席 和哈佛大学的公共政策讲习教授 他还是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士 获得过美国政治学界最高奖项 和美国国家人文勋章 多年来 帕特南为包括美国总统和英国首相 在内的多个国家的政府首脑 担任过顾问 他关注民主政治和草根民主 出版了包括 《使民主运转起来》 《独自打保龄球》等14部著作 这些著作被翻译成20多种文字 畅销世界 他的学术思想激励了全球范围内的草根运动 《我们的孩子》这本书可谓用事实说话 数据和调研都特别扎实 作者帕特南采访了美国各地107位年轻人 调查了美国十几个城市 为我们生动地展示了在过去半个世纪里 美国社会日渐扩大的阶级鸿沟 他得出结论 在今天的美国 富孩子和穷孩子 在成长过程中的差距是全方位的 咱们常说呀 美国梦的重点就是个人奋斗 机会平等 但很悲哀的是 这个美国梦如今已经衰落了 美国梦究竟是怎么衰落的 寒门子弟究竟还有没有机会 我将通过三个问题 为你解读这本书 第一 为什么美国梦已经破碎了 第二 阶级出身 如何决定孩子的未来 第三 如何对机会不平等说不 好 下面我们就进入第一个问题 为什么美国梦已经破碎了 在这里啊 帕特南首先把我们带到了他的故乡 他的故乡名叫克林顿港 在俄亥俄州 是一个位于伊利湖畔的工业小镇 半个多世纪之前呢 这个小镇曾是美国梦的一个缩影 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末 帕特南正在克林顿港读高中 当时美国正处于阶级壁垒的历史最低点 经济和教育水平都在高速发展 社会收入平等程度高 社会凝聚力强 无论是在学校还是在社区 乃至整个社会 阶级分化现象都不突出 克林顿港也不例外 当时整个镇子欣欣下荣 居民安居乐业 只有屈指可数的家庭才特别贫困 生活相对拮据的人 和生活相对富足的人 通常混聚在一起 他们的孩子也一起上学 一起玩爽 每到周五呢 全镇的孩子呀 都会举家蜂拥到橄榄球场去看比赛 1959年 帕特南高中毕业 他们的毕业礼 成了全镇人的庆典 因为无论是否血脉相连 镇民们都把这些毕业生 统统视为我们的孩子 更重要的是 当时的孩子 无论出生在什么家庭 都有机会 过得比他们的父辈要好 比如啊 帕特南有一名高中同学 叫杰西 他是一名黑人 海提时代随父母从 种族歧视严重的美国南方 逃到了克林顿港 在20世纪50年代 美国的黑人民权运动 才刚刚开始 克林顿港 虽然远远谈不上是 种族平等的天堂 却仍给了底层出身的杰西 改变自身际遇的机会 杰西的母亲是一名 宾馆服务员 父亲呢 是一名装卸工 他们一家住在克林顿港的 贫民社区 但阶级出身没有限制 杰西发挥他的天赋 和进取心 凭借着出色的运动天赋 杰西加入了棒球队 和橄榄球队 他交了很多白人朋友 还在高中时 成了学生会主席 后来啊 杰西靠橄榄球特长 拿到了大学的奖学金 又边攻边读 拿到了硕士学位 最终 他成了洛杉矶地区 教育系统的主管 完成了自己的阶级提升 而在那个年代 出身富裕的孩子 反倒常常会低调行事 紧利隐藏家里有钱这件事 比如帕特南的 另外一位高中同学 弗兰克 是个名副其实的富二代 甚至富三代 他父母都是大学毕业 很有社会声望 他家里还经营着 鱼业 农业 餐饮业 等多种生意 尽管如此 弗兰克从15岁开始 仍然要在家里的餐厅里 搭暑气工 而且 他的父母 也不允许他的消费习惯 明显超出其他同学 在当时 平等主义文化 受到广泛推崇 炫富 反倒令人难为情 在弗兰克之后的人生中 他的家族财富 虽然保证他不需要为生计 疲于奔命 但也没有让他一飞冲天 高中毕业后 弗兰克上了一所普通的大学 随后参加了海军 再后来 又到一家报社做编辑 最后 他回到了家族企业中 半退休地 经营其中一些小项目 过着相当平凡的生活 事实上 在帕特南的父母一代人中 只有不到5%的人 大学毕业 三分之一的人 甚至连高中也没有读完 但是 到了帕特南和他的高中同学这一代 已经有至少四分之三的人 在受教育程度上超过了父母 而绝大多数人 都在社会阶梯上 攀登到了更高的层级 所以 通过几位高中同学的人生故事 帕特南想要说明 他们那一代人的人生 能走多远 首先取决于 自己的才华和进取心 换句话说 在20世纪50年代的美国 上一代的社会经济地位 并不会直接传递给下一代 社会的流动性远远高于今天 但是 也就是在过去50年中 美国的经济结构发生了重大的变化 尤其是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 制造业开始衰落 工人阶级的生活质量大幅下滑 这种变化让克林顿港 以及其他许多以工业为根基的地方 经济停滞 人心涣散 这些地方的底层工作岗位消失 基础公共福利衰退 社会日趋两极分化 社会凝聚力也几近崩溃 进入20世纪80年代之后 随着经济状况的不断恶化 克林顿港的犯罪率急速攀升 到2010年时 已经是全美犯罪率的三倍 与此同时 克林顿港在经济上的困顿状况 也改变了当地的家庭结构 底层单亲家庭的比例 在过去40年间翻了一番 而离婚率则翻了四倍 造成家庭结构不稳定的主要原因在于 全球化发展对劳动力的要求 越来越高 所以受教育程度低的人 所能获得的收入就越来越少 尤其是对于没有大学文凭的男性来说 在以前呢 一个人的收入足以养回一家人 但现在 那个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 贫贱夫妻百事哀 社会经济结构的变迁 导致底层男性 对家庭负责的能力和意识都逐渐退化 而女性 也不愿同那些无法提供经济保障的男性 维持婚姻 换句话说 生活中挥之不去的经济压力 正是导致贫穷伴侣难以长久的重要原因 于是呢 严肃的婚姻观念逐渐消失 意外怀孕 非婚生子 以及伴侣之间十分随意的分手行为 越来越频繁的在底层发生 由此我们也能看到 不同阶级孩子的人生 差距越来越大 一方面 与二十世纪五十年代相比 上层阶级的孩子们 从小就享受着更多的优待 他们甚至会毫无顾忌的 要求父母 为自己的生日派对 租来豪车和华福 而另一方面 底层阶级的孩子们 却深陷在恶劣的境地中 他们常常过着焦虑 孤独 毫无希望的生活 帕特南在书中 专门讲到了 克林顿岗一个叫做 大卫的少年 2012年的时候 大卫十八岁 他从小父母离异 母亲在离家之后 大卫就几乎再也没有见过他 他的父亲 则经常与不同的女友同居 吸毒 有时甚至 锒铛入狱 大卫有九个 同父异母的兄弟姐妹 却从来没有体会过 真正的家庭生活 他不得不随父亲 四处搬家 转学 其间还因为交友不慎 犯下了 抢劫商铺的罪行 在帕特南的访谈过程中 大卫表示出 接受高等教育的 强烈愿望 但是对他来说 这却是遥不可及的事 他自己完全不知道 该怎么去实现这个愿望 而他的周围 无论是老师还是邻居 也没有人愿意对他进行帮助 对于今天的克林顿岗来说 二十世纪五十年代的社会凝聚力 和平等主义精神都已经消散了 没有人会把大卫看成我们的孩子 所以高中毕业后 大卫只能靠打零工为生 继续挣扎在没有方向的底层生活中 帕特南认为 帕特南认为 类似这样的情况说明 以机会平等为核心精神的美国梦 已经破碎了 从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开始 平等化的趋势就开始逆转 而且逆转的速度越来越快 富的家庭越来越富 穷的家庭越来越穷 受教育水平高的人收入不断增加 而受教育水平低的人 收入却不断下降 而如今 随着经济鸿沟的不断拉大 美国社会已经出现了 越来越森严的阶级隔离 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 富孩子和穷孩子比邻而居 一起上学一起玩耍 一起在周末到教堂做礼拜 他们会暗生情愫 会彼此约会 无论孩子还是父母 都有跨越阶层的好朋友 但是 在二十一世纪的今天 人们的日常生活 越来越局限在自己的社会阶层之内 按照收入的差异 富人和穷人 会居住在不同的社区 富孩子和穷孩子 会去不同的学校 越来越少的人 会跨越阶级去交朋友 或者选择另一半 这些就是美国的孩子们 今天所必须面对的 基本现实 好 我们刚刚说的就是 我们的孩子这本书的 第一部分内容 以机会平等为核心的 美国梦 已经破碎 接下来 我们来讲讲 这本书的第二部分 阶级出身究竟是如何影响到 孩子们的成长过程 从而影响到 他们的人生机遇的 帕特南指出 在今天的美国 阶级出身 主要通过三种方式作用于孩子的成长 他们是家庭结构 学校条件 和社会资本 首先 我们来看看不同阶级的家庭结构 对孩子成长 有什么影响 在过去五十年中 美国的家庭结构发生了 以阶级分化为主的大规模变迁 整个美国社会逐渐分化为两种截然不同的家庭模式 一种是所谓的新传统婚姻模式 主要是指父母双方都受过大学教育 经济在社会前三分之一的上层家庭 在这种家庭中 父母双方一般都有收入 所以能够负担起更加昂贵的花销 性别分工也更为平等 而另外一种模式 则被称作脆弱的家庭 主要是指父母双方最多受过高中教育 经济收入落在后三分之一的下层家庭 在这种家庭中 孩子的父母可能并没有结过婚 甚至没有建立起稳定的伴侣关系 所以孩子在成长过程中 也往往被卷入杂乱多变 动荡不安的成人关系中 帕特南发现 这两种家庭结构 对于孩子成长的影响 是非常巨大的 在这两种家庭中 父母能够为孩子提供的陪伴时间 教育资源 以及潜移默化的家庭氛围 都显现出天壤之别 在前一种家庭中 父母对孩子采取的是 精心栽培的方案 由于这些父母受过高等教育 处于社会上层 自身所承受的生活压力小 做事富有计划 对人生也充满方向感 所以体现在子女教育上 他们更倾向于 培养孩子独立自主 自信自尊 乐观向上的个性 因此 他们经常与孩子 共进晚餐 谈天说地 经常给孩子讲故事 陪孩子做游戏 指导孩子制定学习计划 乃至人生规划 当孩子犯了错误 或者面临困境时 他们通常也能耐心地讲道理 或者安排孩子 去接受更专业人士的指点 而为了孩子能上更好的学校 接受更系统的课内外教育 上层父母往往会投入大量金钱 比如 从2007年的数据来看 收入在前10%的家庭 每年的教育预算 就可达到6600美元 这个数字差不多是 收入在后10%的家庭的9倍 在脆弱家庭中 父母通常采取的是 自然放养 加粗暴管教的养育方式 由于这些父母处于社会底层 平时忙于挣钱糊口 所以他们常常无暇照顾孩子 更不用说 陪孩子吃晚饭和玩爽 就2013年的数据来看 仅受过高中教育的父母 不仅每天陪伴孩子的时间 比受过高等教育的父母 平均要少45分钟 而且 其中很大一部分人 还不得不让孩子 在单亲 甚至隔代抚养的情况下长大 但是呢 底层父母和他们周围的成人 普遍受教育水平也都不高 因此他们无法给孩子提供 有价值的成长指引 所以他们的孩子呀 能够从父母和周围的成人那里 接收到的 也更多的是守纪律 和服从命令等硬性要求 基本谈不上讲道理和平等协商 更糟糕的是 在很多情况下 底层的父母们 会不自觉地把生活的高压 发泄到孩子身上 如果孩子犯了什么错 他们就劈头盖脸地训斥 甚至打骂孩子 帕特南指出 近年来的科学研究表明 儿童早期的经历 和社会经济环境 会在很大程度上 影响他们的大脑发育 简单地说 如果孩子在年幼时 得到充分的照顾 教育和关爱 那么他的智力和情感 就会获得特别迅速的发展 而如果孩子在年幼时 遭受了过多的恶性压力 尤其是来自家庭的暴力 漠视 以及明显的贫困 都可能导致他们的大脑 受到不可逆的损伤 使他们出现学习能力低下 自控力低下 性格孤僻 心态焦虑等问题 甚至影响到 他们终生的生理和心理健康 这些问题 都很难通过穷孩子的个人努力 去追赶和弥补 其次我们来看看 不同阶级的学校条件 对孩子成长有什么影响 本来呢 美国公立教育系统设立的初衷 是要给所有的孩子 提供通过学习 来改变自身命运的机会 也就是说 无论一个孩子的家庭出身如何 他都能获得平等的 向上流动的机遇 但是如今 美国的学校教育 却正在背离这样一种初衷 甚至在某种程度上 越来越倾向于 扩大阶级之间的差距 而不是缩小 所以今天的现实是 富人家的孩子上好学校 穷人家的孩子上差学校 而两类学校里的孩子 成绩可谓是天差地别 那么 为什么好学校和差学校的教学效果 会出现如此巨大的差别呢 帕特南通过调查发现 在今天的美国社会 好学校和差学校的区分 实际上是建立在 富人区和穷人区的隔离基础上的 由于啊 在过去三四十年间 美国社会收入差距加大 由此导致的居住风格 也越来越明显 所以高收入家庭的孩子和低收入家庭的孩子 也逐渐分流到不同的学校中 有研究者根据统计发现 不论孩子本身的家庭出身和社会背景如何 如果他进的学校 里面的同学普遍来自上层家庭 他往往能有更优异的表现 换句话说 在学校里 决定孩子的成绩乃至他们成年后收入的最关键因素 竟然是他的同学到底是谁 帕德南举了加利福尼亚州橘子郡的两所高中作为例子 来对比富人区学校和穷人区学校的差别究竟何在 两所中学一所名为特洛伊 一所名为圣安娜 事实上啊 特洛伊和圣安娜在政府投入指标上非常接近 他们的学生 人均经费 师生比例 辅导员数量都是不相上下的 但是 在实际教学效果上 他们的差异 却让人触目惊心 在相当于美国高考的SAT考试中 特洛伊学生的平均分 居于全国的前10% 而圣安娜学生的平均分 却居于垫底的20% 而反过来 圣安娜学生的辍学率 是特洛伊的4倍 旷课率是特洛伊的10倍 特洛伊和圣安娜的教学效果 为什么差别这么大呢 通过调查 帕特南发现 二者之间的差别 其实并不在于物质设施和师资配置 而在于不同阶级的学生们 他们带来的家庭资源和学习氛围 特洛伊中学位于富人区 学生普遍来自富裕的高知家庭 所以他们往往也会把家庭资源 带入他们就读的学校 这其中就包括 对学习的科学指导 对课外活动的大力捐赠 以及对学校事务的积极参与等等 比如在特洛伊 登记在侧的各类课外活动社团 有一百多个 这些社团的运转经费 完全仰仗于学生家长 和社区居民的踊跃捐助 而圣安娜中学位于穷人区 学生家长们想要捐赠社团经费 肯定是心有余而力不足的 与此同时 来自同龄人之间的竞争压力 往往也能推动孩子 共同取得优异成绩 帕特南的调查表明 对于孩子们来说 如果身边就有充满正能量的好榜样 他们往往就能受到鼓舞 从而激发学习的兴趣和潜力 而如果他们身边全是充满负能量的坏示范 他们就更容易发生旷课 打架 吸毒等等不端行为 毫无疑问 在圣安娜这样的学校里 校园外的负能量和负面因素 更容易渗透到校园里和课堂上来 学校条件对孩子的影响 还不局限于基础教育阶段 穷孩子即使进入了大学 由于他们接受的基础教育不足 综合能力缺乏等原因 他们最终的毕业率 也会远远低于富孩子们 现在的美国大学里 同样是成绩好的学生 74%的富孩子能够拿到毕业证 但穷孩子中只有29%能大学毕业 而同样是成绩差的学生 仍有30%的富孩子能够拿到毕业证 而穷孩子的毕业概率 则只剩下非常可怜的3% 也就是说成绩好的穷孩子的毕业概率 甚至比成绩差的富孩子还要低 以平等作为核心理念的美国梦 已经不复存在 最后我们看一下 不同阶级的社区环境和社会资本 对孩子成长有什么样的影响 帕特南通过访谈和调查结果强调 美国的社区环境和社会资本 发生了越来越明显的两极分化 而且已经对富孩子和穷孩子的命运 造成了截然不同的影响 这里涉及到一个专业术语 就是社会资本 究竟什么是社会资本呢 简单的说呀 社会资本这个概念呢 是社会学家用来形容 个人与社会之间的关联程度的 它既包括一个人的家庭 朋友 邻居 熟人 和工作伙伴等关系 也包括一个人对各种组织 机构 协会和团体的参与程度 而在社会学家看来 社会资本不仅是 判断个人幸福程度的一项强指标 同时也是判断 当今年轻人上升机会 多寡的一个重要因素 许多研究已经表明 在美国 一个人受教育程度越高 他所拥有的社会关系网 就范围越广 程度越深 也就是说 他所拥有的社会资本 就越强大 而受教育程度越低 他拥有的社会关系网 就越稀疏 越单调 社会资本也就越薄弱 而这一点 对孩子成长的影响是巨大的 因为 上层家庭的父母们 他们丰富多元的社会关系中 一般都有很多精英人士 比如教授 医生 企业经理人等等 这些精英人士 在关键时刻 可以成为孩子的人生导师 为孩子提供专业性的指导 帮他们认清目标 开拓他们的思路和眼界 从而保证他们 更快地走向成功 而相比之下 下层家庭的父母 由于缺乏有价值的社会资本 所以他们在为孩子寻求帮助时 能依赖的 往往只有同阶层的家人和邻居 不得不说呀 这种源自底层的社会网络 不仅无法为孩子的上升 提供帮助 无法在他们困惑的时候 为他们指清方向 反而 常常会给孩子们的生活 带来隐患 在帕特南的访谈对象中 有一位叫做莫莉的母亲 她与两个刚刚成年的女儿 都住在费城的肯辛顿地区 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之前 肯辛顿地区曾经是一个 富有凝聚力的工人聚居区 但是现在 这里却堪称美国最危险的社区之一 枪杀案件在这里 几乎是家常便饭 在莫莉周围 几乎每个人都接触过毒品 平时 莫莉的邻居们就坐在街边 肆无忌惮地吸毒 莫莉的两人丈夫 都在婚后数年间 就沦为了酒鬼和饮君子 而她的两个女儿 也都在青春期 就染上了酗酒和吸毒等不良嗜好 并且成了未婚妈妈 进珠者赤进墨者黑 社会资本方面的差距在日积月累中 会导致富孩子和穷孩子 截然不同的人生处境 上层阶级的孩子们 见多识广 目标明确 更懂得把握向上的时机 创造人生的辉煌 而下层阶级的孩子 却因为身边得不到指导 总是满心疑虑 犹豫不决 机会从手边溜走 也不自知 甚至不免陷入各种恶性循环 被周边的各种负能量所侵蚀 好 以上就是我们要说的 我们的孩子这本书的第二部分 在今天的美国 阶级出身主要通过家庭结构 学校条件和社会资本 这三种方式 作用于孩子的成长 从而决定了孩子的未来 最后 面对这种贫富悬殊 阶级差异巨大的社会结构的形成 我们能够做些什么呢 这是本书的第三部分内容 帕特南认为 穷孩子们的命运 如果得不到改善 将会严重制约 美国的经济 民主和道德价值的发展 比如 在全球化的时代 雇主的期望不断提高 低技术的工人 如果得不到良好的教育 他们的能力 只会与雇主的需求 越来越不匹配 而最终 这会影响经济增长 美国经济学家 哈里霍尔泽和他的团队 曾经进行过专门研究 他得出了一个惊人的数字 儿童贫困每年给美国造成的经济损失 总计大约是5000亿美元 相当于美国国内生产总值的近4% 再比如 比起受过良好教育的人 那些受教育程度低下的人 参与政治的意愿 以及对于政府的信任程度 都要低得多 所以 如果放任阶级鸿沟继续拉大 就会破坏美国的民主基础 甚至是危及美国的政治稳定 那么 面对愈演愈烈的机会不平等 我们应该做些什么呢 帕特南认为 人们可以从家庭结构 学校条件和社会资本 这三个方面入手 来帮助我们的孩子 首先 在家庭结构方面 帕特南认为 工人阶级家庭的崩溃 是机会鸿沟 日渐扩张的主要原因 所以啊 对于政府而言 当务之急 是设法提高 工人阶级的家庭收入 实现工人阶级的家庭复兴 在社会层面 可以设立专门机构 以帮助年轻女性 避免计划外生育 帮助他们 有计划的生养孩子 此外呢 还可以直接为单亲妈妈 和贫穷家庭 提供小额现金援助 也可以立法 减少低收入者 和多子女者的税收 从而降低经济压力 对穷孩子 早期大脑发育的伤害等等 这里的最后一点措施 尤其意义重大 有研究表明啊 美国的孩子 从出生到五岁的五年间 家庭收入 每增加三千美元 孩子的高考成绩 就能增加二十分 而他进入社会后的经济收入 也能增加百分之二十 所以 政府只要做到 直接把钱 花在最需要用钱的孩子身上 就能改变 这些孩子的一生 其次 在学校条件方面 帕特南认为 最有希望的变革措施 应该是在不同的学校之间 实现学生 教师 和资金的再分配 为了达到这个目标 首先应该做的 是由政府出资补贴 推动高收入家庭 和低收入家庭杂居 然后在这个基础上 尽可能打破 以阶级居住隔离 为基础的就学现状 比如把穷孩子 转到好一点的学校 让他们跟 更高阶层的孩子 共同学习 或者向差学校 注入更多资金 招聘更优秀的教师 提升差学校的品质 最后 在社区环境方面 帕特南认为 政府应该以社区为基础 向所有的孩子 提供平等参与 课外活动的机会 为什么在这里 要特别强调 课外活动的重要性呢 因为啊 已经有研究证明 课外活动可以塑造孩子 更积极的人格 长期参加 课外活动的孩子 不但往往在读书期间 有上家的表现 在踏入社会后 也能走得更远 能够取得 更高的职业成就 和工资收入 所以帕特南认为 政府应该尽快 让社区内 课外活动 停止收费 减少家庭 在课外活动方面的 经济负担 为穷孩子 提供更多 公益的课外活动机会 好了 我们刚刚讲完了 本书的第三部分内容 在今天的美国呀 机会不平等的情形 日趋严重 为了扭转这种局面 政府和社会 应该采取行动 首先是帮助底层人群 维持更稳定的家庭结构 其次 在不同的学校之间 实现学生 教师和资金的再分配 最后是向所有的孩子 提供平等参与 课外活动的机会 寒门出柜子 这在现在的美国 已经变得越来越难 这也让人们 必须立即采取行动 缩小机会鸿沟 在美国的历史上 扩大的社会经济鸿沟 其实曾经多次威胁到 美国经济 民主和价值观的稳健发展 但所幸的是 人们也一直在努力 以克服这种鸿沟 而且这些努力 总是可以将下一代 重新拉回到 机会更为平等的 竞争场域里 努力的具体举措 因为时代和地域的差别 而各不相同 但在这些努力的背后 却蕴含了一种 源自美国人内心的 万变不离其宗的承诺 那就是 我们愿意将自己的资源 投放在别人家的孩子身上 因为这些孩子 同样也是我们的孩子 我们 与每一个穷孩子 都是你中有我 我中有你的 他们的命运 关系到我们 所有人的未来 好 我们的孩子 就为你解读到这里 听书笔记 在音频下方 我们明天见